给家人买了一部红米RAID 10X 是小米今年5月份出的一部5G手机 是一款千元机 由于我没感觉放射一 然后花了1400多块钱在网上买的 我看有的人花了1200多 1100多 我不知道当时具体价格是什么样 可能是我买贵的 然后还没拆箱 我先拆开它 打开包装盒 我买这款是6G 6G内存128G的那个固态分属 好 手机 我买的是一款蓝色的 然后带这个充电线和充电头 然后这款是二十几瓦快通的 我记得是 这里面基本上一样说明书之类的 然后带这个手机保护壳 就不会省得自己去买壳了 不思讨历我 不思讨厌 不思讨厌 好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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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这个跟他那个利益链条是有关系的 大概多长时间可以买这样一台车 两三个月吧 成都真的是一个特别网红城市 还有病 它集成了抖音和快手 然后支付宝 这些一些大家主流常用的 基本上它都有 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下载 还是说只能这样 消灭自己的音乐是吧 看一下它的拍照效果 拍照效果也是不错的 我觉得作为一个千元左右级别的这个 一千元上下来说 我觉得很好 这个效果我觉得我是满意的 Ai相机还有一个 Ai相机还有一个 很好 更多内容 请大家关注我的公众号 谢谢收看 谢谢观看